我们来介绍一下菲利比的教会 我会提到很多的经文 大家如果来不及翻圣经的话 可以先把经文章节先记录下来 自己回家查考 我们知道保罗书信 都是写给各地的教会 而这些教会有不少是被批评的 但是菲利比教会是一个 很得保罗表扬的教会 从保罗的信中反复出现的喜乐 可以显明保罗对他们是非常满意 充满感恩的 每个教会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就好像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一样 以至于别人一谈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就会想起它的特点 就好像一副特点非常鲜明的肖像话一样 比如说加拿大教会 我们就会想起来他们被假教师骗 想要靠行为争议 然后被保罗严厉地批评 在比如说哥林多教会 我们就会想起来他们虽然恩赐很多 但他们却是很属肉体的问题多多 而菲利比教会的特点是 它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也是一个蛮有爱心的教会 它贫穷却非常的慷慨 接下来我们会详细地介绍 那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 人家提到我们的时候 他们能够想到什么呢 我个人盼望的别人提到我们的时候 能够想起来呢 我们是第一是神的话语的中心的管家 第二呢我们是一个有爱的教会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菲利比教会的特点 首先第一点呢 菲利比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 菲利比教会的成员主要是外邦人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一方面的这个城里面是没有犹太会堂的 那意味着这个城里面的犹太男人数目少于十个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教会成员的名字和背景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比如说鲤底亚是来自推亚 推亚成小亚西亚的一个城的一个山人 比如说鲤底亚是来自推亚成小亚西亚的一个山人 所以他有可能是个犹太人也有可能是外邦人中敬畏神的人 所以她可能是一个基督 但是她也可能是一个基督 她可能是一个基督 欲竹大概率是菲利比本地的人 那就是希腊人 第四章中提到的呢 这个教会里面有两个争吵的妇人 尤阿爹和寻都基 然后在第四章中提到的两个女人 他们的名字是尤阿爹的意思是芳香 而寻都基的意思是令人愉快的老朋友 这个有点黑色幽默啊 因为你吵起来之后呢 是一点也不相应也不令人愉快的 这两个人的名字呢都是希腊文 说明他们应该都是希腊文 还有在第二章中保罗提到他的一个好兄弟 叫以巴伏提也是希腊人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奉献给阿弗洛迪提 这个阿弗洛迪提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所以你可见的以巴伏提的这个家族背景 是敬拜偶像的 非利比书二章二十五节保罗称呼以巴伏提为 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 这个奉献给假神的人 现在生命被方转成为保罗的好兄弟 好同工好战友 还有第四章中保罗提到的格林勉 这个是个拉丁文 拉丁名字说明这个人也是罗马人 还有一个人就是该友 有可能也是菲利比教会 使徒行传的这个十九章二十九节 当保罗在这个以夫所传福音的时候 引起骚乱 报名抓住了保罗的两个同工 该友和亚里达古 这两个人都是马其顿人 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是菲利比人 或者是贴萨罗尼加人 后来保罗派他们两个人 去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收奉献 他们是作为来自两个不同教会的代表 使徒行传27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 这个亚里达古是贴萨罗尼加人 那么该友非常可能是菲利比人 那么该友这个名字也是拉丁文 应该也是罗马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教会 它多数是希腊人和罗马人 只有少数的罗马人 他是贵族是富有的 而多数人是贫穷的社会底层的百姓 所以一般教会的主神就是这样的人 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26节说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门招的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第二点呢 菲利比的教会是有很多女同工的教会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菲利比教会当中啊 他有很多位主要同工都是女人 聚会是在吕迪亚的家里 而尤阿爹和寻都基 保罗称他们是在福音上与他一同劳苦的 上一讲的时候呢 我曾经提到呢 这个城的出土文物里面 根据上面的文字呢 有很多是纪念女性的 因而提到这个女性在这个城里面的地位呢 可能要高于罗马的其他城 但我想更正一下 当我们那样说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抹杀掉了基督信仰的一个特点 基督信仰中是真正的体现出 和神心意的男女平等 这在今天可能不会显得很特别 但是在保罗的时代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同样作为比较 在犹太人的公会当中是看不见女人的身影的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啊 从外到里呢 一次是外邦人院 女院 男院 圣所 女人到圣殿呢 他只能到女院 而不能到男院 而男人只能到男院 不能进到圣所 而除了大祭司一个人以外 普通的祭司只能进到圣所 但不能进入至圣所 但是呢 主耶稣用他的生命给我们 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今天也能够直进到 这个至圣所 到神的面前 希伯来书的十章十九二十节 我也在读一下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 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止经过 这慢止就是他的身体 加拉太诸书的三章二十八节 说并不分犹太人 希利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 穿越了种族的 阶层的 性别的隔阂 实现了真正的人人平等 因此菲利比教会中 有这样数量众多的女同工 在当时的时代 是非常特别的 基督里的男女平等 这正是福音的见证 第三点我们要讲 菲利比教会 是个传福音的教会 在菲利比书中 福音这个词出现了九次 而与福音相关的这些词主 像传神的道 传讲基督 宣讲基督 出现了四次 福音贯穿了 菲利比书的全文 也是菲利比书的主题之一 整本菲利比书中 保罗始终突出一点 菲利比教会 是从第一天 就和他一起 在福音上同工的 这个整本的福音 保罗始终突出一点 菲利比教会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因为传福音 就是教会存在 在地上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呢 信与不信 不能同复一二 这个不单单是指着 信与不信说的 也是指着 信心大小不一样 而说的 总之呢 能够同复一二的人呢 他的信心呢 必须是互相匹配的 保罗是一个 竭尽全力传福音的人 而佩德被称为 与保罗一同复二的 菲利比教会 他也是竭尽全力传福音的 从一章五节 保罗的感恩中 我们可以看出呢 从第一天开始 菲利比教会 就与保罗在福音上同工 我给大家读一下 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六节 因为从头一天 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 新化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上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保罗的意思是 菲利比教会 在福音上的投入 正显明是 神在他们的心中动物 这正是他们得救的名证 而神既然开始 这个上功 就一定会完成 因为神不是 半途而废的神 这正是我们信 信心的保障 因此呢 保罗督处菲利比的 弟兄姐妹 要将起初的信心 要坚持到底 活出得救的样式 所以那是为了 保罗鼓励 在菲利比书的二章十二节 保罗说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精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这两节经文呢 完美地解释了预定论 第一章的第六节呢 显示出呢 人的得救呢 是神的工作 是完全出于神的 第二章的这个十二节呢 显示出呢 人应有的责任 一个得救的人 要活出得救的样式 这个呢 正是保罗所说的 做成得救的功夫 第二章的十三节 保罗进一步解释 保罗说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里呢 英文版比中文版的 解释的更清晰 人做上事的动机和能力 都是神所赐予的 包括相信主耶稣的能力 也包括传扬主耶稣的能力 那么保罗这里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 神将得救的信心 做成在菲利比人里面的时候 他们一重生 就是一个对福音有热心的人 而菲利比教会 这样对福音的热心 是真正的教会 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式 菲利比教会呢 从第一天就和保罗一起 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他称呼他们为 在福音上 存与我一同劳股 他们在金钱上支持他 并且拆拜宣教士 以巴伏迪辅助他 在他的苦难中 他们为他祷告 与他同受苦难 在他的喜乐中 他们也分享他的喜乐 而保罗更进一步地教导他们 福音不仅仅是做事而已 福音更是一种生活模式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七节 保罗说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 站立得稳 为所幸的福音 上半句保罗说 行事为人 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福音应该要成为基督徒生活的行为标准 下半句保罗说 你们同有一个心志 为所幸的福音 齐行努力 福音应该要成为 基督徒人生的奋斗目标 保罗不单单是这么教导的 他自己活出了 为福音而活的版样 菲利比书的三章十七节 保罗说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版样行的人 这也就意味着 保罗的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不是他和菲利比教会的个人选择 而是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神的子民就是应该要如此的生活 因此他们就是我们的版牙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点 菲利比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 贫穷但慷慨奉献的教会 保罗为他们祷告 求神赐给他们爱心多而又多 这里保罗暗示了 他们本来就是很有爱的教会 保罗求神赐给他们更多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保罗奉献 显明他们对这位传道人的厚爱 保罗收到他们的奉献之后 当作新香的祭献给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首先是爱神 骑士才是爱保罗这位传道人 这个呢是奉献的原则 首先要奉献给神 其次呢才是奉献给人 因此呢我想要打破一个教会内的这个政治正确 就是说基督徒无论如何要奉献给本教会的这样的观念 奉献给本教会呢 这个是正常情况下的习惯 但是呢不能作为不可动摇的铁律 如果你的教会堕落偏离真道呢 如果你的教会对神的钱财不忠心使用呢 它还值得你奉献吗 当然是不值得的 教会作为整体呢 是神的管家 基督徒个人也是神的管家 所以基督徒的奉献呢 首先是奉献给神的 所以只有当教会是神的中心的管家的时候 它才配得代表神来收受奉献 它才值得我们奉献给他 菲利比教会呢 自己是很贫穷的 因而他们在奉献上的慷慨呢 格外显出他们爱神的心 菲利比教会呢 是一个非常坏的教会 因此为了 他们的敬业的奉献 显示了他们的超级爱 我也要读格林多后书的八章一到五节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在三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献给主 又归附了我们 这里保罗提到了几个细节 第一我们看第二节 他们的奉献的背景 不是在自己非常富足的情况下 而是在又贫穷 又遭患难 还受逼迫的情况下 第二呢 我们看第五节 他们是非常明白奉献的原则的 他们的奉献呢 首先是奉献给神 然后才是奉献给圣徒们 这样的背景下呢 更加显示出他们的 这个奉献的纯洁和宝贵 记得主耶稣所说过的吗 寡妇的两个小钱 比财主的许多钱还要大 因为神看人是看内心的 因此呢 正确的 纯洁的奉献心志 比你献了多少钱 还要重要 那么关于这一次奉献呢 保罗是在说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奉献的事情 因为当时有很多到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在那里接触到了教会 信主了就留了下来 但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并没有产业 因此生活是个问题 而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呢 是房屋公用的 因此呢 是全体的贫穷 虽然教会当时发展很快 这是好事 但是大量的穷人成为基督徒 也带来生存的问题 使徒行传的11章28节 有先知亚加部预言耶路撒冷地区 将会有大饥荒 于是呢 这29节安提阿教会呢 就开始着手准备 为耶路撒冷地区的教会捐钱 众教会呢 也跟着一起来 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提到 这个马其顿的教会的奉献 正是为耶路撒冷教会而做的 他用马其顿的教会为榜样 来激励 哥林多教会的奉献 这件事情呢 在罗马书当中也提到 罗马书15章的25到27节 我给大家读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供给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乐意凑出捐相给耶路撒冷 圣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 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在罗马书15章的25-27 在现在, however, I am going to Jerusalem 担任 aid to the saints for Macedonia and Archaia have been pleased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 for the poor among the saints at Jerusalem for they were pleased to do it and indeed they owe it to them for if the Gentiles have come to share in their spiritual blessings they ought also to be of service to them in material blessings 马其顿和亚该亚 都是地区的名称 马其顿就是指菲利比 和特撒罗尼加 而亚该亚就是指哥林多 菲利比教会 这个穷苦而饱受逼迫的教会 却在乐于奉献上 成为了哥林多教会 和罗马教会的榜样 不单单是给外地教会的奉献 菲利比教会也多次给保罗奉献 and they not only offer to the other churches from the other areas they also offer to Paul 菲利比书4章16节说 就是我在特撒罗尼加 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 供给我的虚用 这里的一次两次不是说两次 而是说一而再的 the once and again it's not saying there's only two cases it's saying there's a continuous supply and help from them 费利比 《田大罗尼加前书》二章第九节 保罗说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这里我们看出来保罗是个不收奉献的人 他不收哥林多教会的奉献 也不收切撒罗尼加教会的奉献 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教导说 传道人有收奉献的权柄 但他为什么不收奉献呢 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解释 哥林多前书九章的十四到十八节 保罗说 主也是这样命令 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 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 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 因为我宁可死 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 今托付我了 即使这样 我的赏赐是什么呢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这就是 reading in 1 Corinthians 9 verses 14-18 in the same way the Lord commanded that those who proclaim gospel should get their living by gospel but I have made no use of any of this right nor am I writing this thing to secure any such provision for I would rather die than have anyone deprive me of my ground for boasting for if I preach the gospel that gave me no ground for boasting for necessity is laid upon me woe to me if I do not preach the gospel for if I do this of my own will I have a reward but if not of my own will I am still entrusted with the stewardesship what then is my reward that is that in my preaching I may present the gospel free of charge so as not to make full use of my right in the gospel 保罗不收奉献的原因 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免得人说他传福音 就是为了收钱 so Paul is not offering receiving the offering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so that people don't say that he's preaching for money 因为福音是白白得来的 他也要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and because gospel is freely obtained he also want people to obtain the gospel at no cost 如果收了木道有的钱 那社会上就会传 别去听那般人 传什么福音的 最终都是要你掏钱的 if you receive money from the seekers then people is going to say don't listen to those gospel they just want your money 所以保罗说 免得我用尽 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也就是说 别搞到以后传福音 再没有人要听了 so that's why Paul is saying not to make full use of my right in the gospel this is saying don't make it in the situation where nobody want to listen to the gospel anymore 因此不单单 木道有的奉献不能收 信心软弱的基督徒的奉献 也不要收 so not only we cannot receive offering from seekers we should also not be receiving offering from christians with faith 这个道理呢 而且不单单是奉献 服事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不能让信心软弱的基督徒 做什么大的服事 and this principle doesn't just apply to offering it also apply to service that is we should not have christians who with weak faith to practice in any important service 这个道理呢 这个道理呢 就和不能让小朋友 挑担子一样 it's the same my dear that you don't want the kids to bear a happy burden 请大家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愿意在神的家中 做老苦服事的成年人 还是做安逸享受的阴寒 would you ask yourself this question would I rather be an adult working hard and serving in god's family or a baby enjoying comfort 等你长大了 你自然就能够分担家里的重大 when you grow old enough naturally you will be able to bear to share the burdens of the household 当你还是婴孩的时候 你就耐心等候长大了 只是不要永远是婴孩就是了 and when you were a baby you just patiently wait to grow up just don't always be a baby 有传道人说 两岁的婴孩很可爱 但二十岁的婴孩就很可怕 但是活西尼的教会里面 是充满不要长大的巨婴的 希望我们教会不至于如此 那么不收奉献的话 传道人也要吃饭啊 怎么办呢 不是问题 保罗有一门手艺 他会支帐篷 他就自己做工 养活自己和同工 那为什么菲利比教会的奉献 他又肯收呢 别忘了菲利比教会的 里底亚信主的第一天 就强留保罗和同工住他家 保罗收下他们的奉献 意味着保罗认可他们 足够刚强 可以分担他的重担 保罗离开天撒罗尼加 继续前往碧里亚 雅典 哥林多的时候 菲利比教会继续给保罗 送去他们的奉献 菲利比书4章15节 保罗说 菲利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 离了马其正的时候 论到寿受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 供给我 他们是当时 唯一一个支持保罗的教会 这使得菲利比教会 显得非常的特别 在众教会中 如同鹤利畸群 保罗到了哥林多之后 菲利比教会 仍然送来他们的奉献 哥林多后书11章9节 保罗说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 都补足了 我向来防事谨守 后来也必谨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这个是在2.11章9节 当我和你们 需要的事情 我并没有麻烦到你们 因为我们的兄弟 从摩斯道尼亚 供给了我所有的事情 我都从自己的负责 而我会继续做的事情 使徒行传中 也记载了这笔奉献 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五节 希拉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这个时候保罗正在哥林多传福音 这里的味道迫切是什么意思呢 NIV版本把这个意思给翻译出来了 意思是保罗味道清净权利 什么意思 难道保罗之前不清净权利吗 不是的 因为他之前有一半的时间 要花在资账门上 而现在呢 希拉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 带来了菲利比教会的奉献 使得保罗不需要为吃饭分心 而可以清净权利在床道上 保罗这样的好讲员 去当这个资账门的工人 实在是太浪费了 而菲利比教会的奉献 相当于是替神的锅 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他们的奉献是有永恒的意义 而颇有粉刺意味的是 哥林多教会的人 在经济上应该是蛮富足的 这个富足的教会 竟然无法供应自己的床道人 由一个贫穷的教会 来供应他们的床道人 我想见到主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很羞慧的 他们涨了太多的钱 没有用在福音上 都吃喝完了用掉了 什么都没有留下 在保罗的时代 哥林多人看他是 其貌不扬言语出俗的 就一个普通的传道人 如果哥林多人在永恒的视角里面 看见他们的牧师在历史中是如何的受人敬忠的话 他们一定非常后悔没有支持他 在他的事工上有份 保罗到了罗马之后 这个菲利比教会继续拆派了以巴阿福提 带着他们的奉献去给保罗 这个是记载在菲利比书的二章二十五节四章的十八到二十节 那个时候的监狱是不管放不管住宿不管治病的 所以犯人他得要靠亲友的支柱 如果没有人给这个犯人送吃的他就挨饿 没有人给他送棉被的话他就挨动 没有人给他治病的话他就会病死 马赖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在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中 他判断那些山羊要进入永火的时候 他责备他们 他责备他们说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那些山羊就是不在乎那些被囚的基督徒使国的人 他们对基督徒的苦难的冷漠 显明他们是不得救的灭亡的人 因着这个菲利比教会的供应和以巴伏地的照顾 保罗在监狱里面不至于太长 他们对神的仆人的光华也蒙神纪念之道公元 最后呢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啊 我也没有答案的讲给大家听听看 你们觉得菲利比教会的女同工多和他们的慷慨奉献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菲利比教会是个外邦人的教会 第二菲利比教会是一个女同工比较多的教会 第三菲利比教会是一个得称赞的教会 第四菲利比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第五菲利比教会是个有爱心贫穷却慷慨的教会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 现在的父神我们感谢赞领 我们感谢主你将你的圣道交托给我 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历史历代众圣徒的榜样 主要帮助我们看见这个菲利比教会